今天视频来看一台DEL的笔记本 这是一台DEL的游戏本 这个本本是我从一个小伙伴那里回收回来的 这个原机组他换了新电脑 这个老电脑就懒得休了 直接低价几百块钱卖给我了 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以正常开机 各功能也都正常 但是跑一下CPU的温度压力测试 让CPU满载 这台笔记本这机组跟我描述的故障是会花屏死机 就像现在这样子直接屏幕就花了 然后同时电脑也死机了 像这种花屏的情况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这台笔记本它是有两个显卡 有CPU有极显也有一个独立显卡 花屏死机是它的第一个故障现象 这个电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内存槽有一个用不了 它现在插的是下面的内存槽 如果把内存条插在上面这个内存槽的话 电脑会开不了机 OK插上来试一下 此时开机呢 屏幕是不显示的 同时这个指示灯 故障灯是报内存错误 这个内存条肯定是好的 之前的花屏故障可能是CPU的问题 也可能是独立显卡的问题 像这种有一个内存槽用不了的话 基本上都是CPU的问题 因为它内存是直接跟CPU通讯的 我们用这个内存的组织卡测一下 这个内存槽的线路有没有断路 这个很方便插上去就很明显 上面的信号灯全部都亮了 说明每一个数据线都是通的 内存槽和CPU之间并没有断路 这个故障呢 它现在就很明显了 花屏还有一个内存槽用不了 那直接干它CPU就完了 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一颗CPU 它原机的是i5 6代的处理器 我准备给它换成i7的6代 因为换CPU的话 i5和i7的芯片成本是差不了多少的 索性就换i7了 还能多4个线程 这个CPU也是我从淘宝商家购买的 希望这波不要放车 这个CPU的程式还是挺好的 拆开后盖 发现这个电脑没有维修过的痕迹 非常好 是一修机 风上的机灰有点严重 可能从来没有清过灰吧 OK下面把它的主板拆出来 主板拆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CPU上面的导漏膏已经是完全干了 但是好在CPU是没有被动过的 那直接把主板架上B接 开始录它的CPU 先把CPU四周的白胶给调掉 温度上来之后 底部的吸租融化 可以直接把CPU取下来 OK这个CPU已经是被拆下来了 好 清理干净CPU的焊盘 用吸气线把它拖平整 然后给它准备装上CPU 换完CPU之后 先简单拼起来 看一下能不能点亮 先装底部的内存槽 试一下能不能开机 如果能开机的话 那问题应该不大 可以点亮 说明这个CPU还没放车 已经识别到CPU的型号 i7-6700HQ了 OK下面再试一下 上面那一根内存槽 看一下能不能工作 之前上面那一根内存槽是开不了机的 把这个内存条插在上面的内存槽 然后试一下能不能开机 OK也是可以点亮 说明两根内存槽都可以正常工作了 下面装上硬盘 进系统测试一下 还会不会有花屏的情况 现在呢CPU已经是4核8线程的i7了 跑一下压力测试 可以正常跑完四项的全部功能测试 没有出现花屏的情况 OK那这个电脑就算是修网了 故障的根源就是CPU坏了 导致开机之后花屏以及有一个内存槽用不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